史诗之路活动 全方位保姆级攻略 兄弟们 今天我们来测评一下这个新出的史诗之路宇宙突袭战 这是一个现实模式 从10月23日到11月27日 有点类似于深渊临界 但是策划说它的史诗调率有4倍以上 这么高的暴率会不会很夸张啊 我们这就来一探究竟 先来说一下门票吧 每个角色每天可以打5次 而系统每天会送3张门票 如果用完了 后续就是80张深渊票做一个门票 如果纯靠做的话 一天要干掉400张深渊票 说实话还是有点贵的 另外65版本就要到了 史诗还得重新刷 要是深渊票全拿来刷这个了 那后面就没得刷了 所以我个人建议还是少制作门票 缺史诗的小号随缘打 另外这个图通关140会有一个防具的自选箱 但是活动总共持续35天 每天登录可以得105张门票 就算不去制作门票 也能领到自选箱子 除非你是一个新玩家 否则还是建议每天三把随缘摸史诗 好 现在我们来试一试啊 这里的怪说实话有点太脆了 就是稍微碰一碰 这怪就已经没了 最后一关是魔戒裂缝的boss 但是到了手游里就是一个小怪 这个图碎片给的很多 确实能有深渊的四倍 不过我说实话碎片这个阶段就没那么有用了 因为碎片是不能用于制作65装备的 尤其是50级武器的碎片 这版本人手一个仓海 根本没人用这个 所以这碎片你不用就浪费 你用了反而更亏 50级手势基本也是一样 就算为了刷诗条 也很少有人去做史诗来刷 目前最有含金量的只有防具套装 毕竟这个可以打团本来升级沧海版 但是这个阶段我还是建议不要去硬刷史诗 因为史诗套的东西 早刷早享受 晚刷想折扣 不刷免费送 现在版本末期基本是免费送的阶段 各种活动都在给自远箱和跨界时 这个时候你再去强刷就有点太不值了 好 咱们说回史诗之路啊 这里面的怪都挺有意思的 尤其是这个宇宙神将手 他用的都是一些非常高端的技能 一次扔6个手雷 还有地雷和各种魔改版技能 可惜血量太少 根本就没机会展示 还有这个丘利尔 他一共就6关去 我根本就舍不得打上 其实我觉得这种诗言副本应该稍微难一点 毕竟咱们也都不是宝宝 有来有回才能有战斗的感觉的嘛 诶 谭笑剑这里又出来了一个宇宙鬼剑士 他的技能非常有意思啊 直接队影成三人一起用破绝 这个外观就有点像二绝版的剑魂 不过技能全都是自创的 甚至还为剑中的幻剑术 然而还是抵不过朴实无华的平A 刷到boss 又是经典的一地碎片 然后片就没了 退出换片再来两把 可能是我今天有点脸太黑了 第四把依然是什么也没有 那这第五把怎么也该有一个吧 诶 直接光头了 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伤害太高史诗全碎了 不过震端也看了其他的视频啊 有人确实可以五把爆四个实诗 所以这个综合暴率应该还是可以的 但还是建议大家随缘刷 不要在福利活动上耗费太多的资源 最后给大家来一段精彩配音 献上我美好的祝福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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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装备全史诗 刷把深渊就全爆了 史诗 史诗 全部都是史诗 组个团本都把我叫大佬 好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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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 毕业 账号全部毕业 我是侦探 DL十年精英玩家 期待你的观众 好久我 我富翁 帮你